启述第十二章 第十二节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里门都要快乐白 只是地与可有和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愤愤的下到里门下落去了 也说了好几个部署让我们理解各人的身份和当时的状态 第一当时的状态就是魔鬼知道自己时候不多 为什么时候不多 因为只有1260日 只有三年半 只有42个月 因为孩子被提后 接着地上有1260日 三年半的大灾难时间 但是这个部署当中我们看到有诸天和住在其中 并且在启述第十三章里面说到什么 就是神的帐幕 神的会幕 事实上这个就是初熟节的时候 无论是在旧约摩西的时代 他们这些初熟的果子就是拿到这个会幕里面 但是如果在圣殿的时代 这个初熟的果子是拿到圣殿的 但是其他所有后熟的那些 全部都是只是归给这些平民百姓收入谷仓 但是都是圣经所说的《世间没了》的时候 神是会将墨子和拜子分出来 但是问题是墨子原来是有这样的程序 可以说对于一般诗经家来说 就不是很清楚 所以他们很混乱 关于被提的时候 他竟然不懂得用主要素亲口说的 就是墨子这个比喻去理解 但是这里讲到关于三个身份 第一个身份就讲到天上同住在里面 是不是 他们在那个时候要什么 就是说快乐 这个就是我们 合理的 因为这个是婚宴 是不是 应该要快乐 是不是 因为他们被提到 所以这个你会看到如果不是灾前被提 那怎样可能快乐 有什么开心得出 是不是 没可能开心的 是不是 如果你在这个地上受这个三年半的大灾难 所以不是 就是原来这个收入谷仓 这个在天上的这些基础 他应该是快乐 但是接着 第二个的身份就是魔鬼 魔鬼在这个时候 他的工作范围 就是由二重天同地上这两个的地方走来走去 变成他只可以在地上 换句话说 是不是他飞不到呢 非常之可能 为什么我会这样去分析 原因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 下了一条伏线 就是这么多年和大家分享UFO 就是撒旦去这个堕落天使 去这么多这些东西 是不是 你能够想象 你试试想想 如果撒旦打从2000年前 以前看了这个启示录 他知道他自己在最后三年半 他本来是可以住在另一个Dimension OK 他住在二重天 但是 在这个他可以说有个无与伦比 超级无敌劲的一个身份 人类想打他下来就打不到 因为他突然走去另一个空间 你的飞弹去 你跟不上去 你的飞弹都是物质界 所以历代历世以来 撒旦都其实简单来说过2000年 他都有超越人类物质界的 一个跨越性 这个是神容许他的 而事实上 所以他有两个舞台 一个就是二重天 一个是地上 但你能够想象 撒旦知道就是说 他时日无多的时候 神首先缩窄了二重天上面 能够自由 飞行 飞长 还有自由行 使他拳柄的 一个范围的话 可以知道地球上的话 你明明其实到时发生了什么 我相信撒旦知道 他到时是连 飞上天上的飞碟 的权利都没有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能够想象 撒旦如果是想 哇 我有2000年统治 但我将有三年半的时候 会在这个地上 有什么被人打我的 有什么被人租资我的 有什么被列国的人去 哇 现在真是以前听闻有理 现在就看到你打了下来 个个都要对付他的 那何不他尝试用这2000年里面 去预备他三年半落到这个地上 能够做的事 那方法是什么 那方法一定要不让人知道 他是什么 他就是魔鬼 那班 就是他的导陆天使 不行 他一定要是什么 一定预备一个大回归 一定在人类历史当中留下一个 如果有一天 UFO人类的创造主 就是这些的 UFO是创造人类的DNA的 他会一次会再次来回这个地球 接收回人类的 他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在事先 甚至是 欺骗了一大群爪牙 叫做Formation Fimation 这些大群爪牙都以为 糟了 我们将来的创造主 会来到 我们先让他收买 我们现在先站在同一阵线 我们先做卖国策 到他来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 做卖国策 但他不知道到时 就是圣经这个记载 那些人懵得上心口都不知道 到时就算 连魔鬼都知道自己 事后不多 明白吗 他以为还被人收买 现在其实魔鬼 即是报个局 给他们理解 UFO会回归 会回来 就算webop都预先 预测 在未来这一年里面 全球都会知道 但在他的回归当中 你又留不留意到 现在全球 都预备 一个尖的UFO 一个中的UFO 回来 而尖的UFO 我所说 是不是 在这个 启述第19章19节 全球会打 这个全球 认为尖的UFO 就是主耶稣 全球都去打他 不是主耶稣 骑着白马 从天上下来 全球去打他 但相对全球 他在经济上 在宗教上 在政治上 竟然接受了 堕落了这个地球的 撒旦 你要记住 原来我们将会 应该不是我们 是地上的这些人 将会在肉身 见到 撒旦是由天上摔落的 OK 那撒旦应该就是什么呢 就是教会避体 OK 那现在你会合理了 现在你要突然明白 撒旦为什么做那么多事 是什么 他为什么搞那么多事 原因因为他不想 苦落平洋避戏 他不想浓油浅水租客气 他有一天会被摔落这个地上 他以前是天上地上 都能够统治 但现在只在地上 但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以肉身 会毁灭 会受伤的这个领域 不是进到 另一个空间的领域 他一样都会有这个伤口 明白吗 就好像主耶稣基督说 女影后就会伤他的头一样 所以他当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 他想做一件事 就是说他报了个局 来到这个地上 是一个统治 所以变了他又知道 教会有被提 不如就说教会被拐了 然后他就说 他就是UFO来到这个地球 去拯救地球 因为坚的UFO就快来了 他想来到这里 让人类 能够 自主 宇宙联盟 能够 拥有自己自由的旨意 所以你会看到 地球人 在历史上 会竟然是 启述第19章19节 竟然会 他竟然会打从天上下来的 主耶稣的全球的军队 但是谁带领他呢 圣经讲的就是 这个从天上 摔落地上的 龙 并且 再加上控制这些兽 去导致全世界都在什么里面 在迷惑里面 他们这些人是清醒的 不过他们所认知的 是一个大骗局 所以你要看到 其实撒旦 花很多功夫 做这个布局的原因 是因为他都逼不得已 因为他知道 他都不肯定百分之百 是什么时候 但他都约略知道的年份 就是他会有 朝一日 被摔落 OK 所以你要看到有些人说 UFO就回来了 New Age的漫画 UFO回来了 为什么那么多灵界 跟他们沟通 说这件事 就是不是主耶稣的灵 就是这些所谓 金牛座的灵 七战会星的灵 或者是这个猎户座的灵 跟他们沟通 他们的 创造主UFO就回来了 为什么历代历利 会有那么多这些布局 原因就是 撒旦 其实他知道有一天 他只是能够统治的地方 或者自由行使 他的活动的地方 只有这个地球 但他来到这个地球的时候 他希望 预备这个地球 是迎接他的 但按着启述说 是的 这个地球是迎接他们的 并且这个地球 不单止迎接他们 并且和撒旦 和他的使者 一起逼迫 妇人 和妇人的其他异类 现在 鼎姐妹 你明明全幅图片 你明明 现在我们 说到现在 我们所说的 无论会样的阴谋 会样的布局 其实撒旦 是因为他 照着启示录所预言 将会发生的 局面 而他做出来的 因为神有神的布局 但是撒旦也知道他逼不得已 会有一天 在教会被提的时候 就是很多基督徒失踪的时候 他一定要苦落平洋 所以他一定要布局到时 去被人觉得 他是带着高科技 他不是被人打下来 他降下来 他不是被说去 他只是大批的回归 因为他以前是 人类的主人 他们 他就是这些 Raphim 来到这个地球 你明不明 在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最后的三年半 他都能够统治地球的原因 在美国的一元智英 告诉你 因为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他一路 将这个大话 去说给人来听 就是说UFO回来了 而哪个愿意站在他那边 做他的鬼头仔 做这个地球的叛国财 就站在那边 一起预备 他回来 但其实我们所知的 他不是回来 他们是被失落 而已 解释第十二章第十二节 所以朱天和住在其中的 你们都快乐吧 只是地与海有和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稀粉粉的下都 你们哪里去了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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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谈订阅 转发 打赏 肩穩保障,我甚至忘了人